这个大家听了一下我听了一天了啊 这个最后最后就最后一个讲的就是我 天长也是我这个最后也是我 今天那个我们就过一下这个 前面其实很多老师讲的其实安全讲的很多 我觉得今天我个人的感觉今天很全面 他们前面有一些那个Spawn 还有像那个Netflix的网络安全 其实我们想到安全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很不安的一个 这个范畜或者这个鱼鱼啊 每一个店里还有很多东西 包括刚才给你老师讲的可能是跟底层的一些 还有上面一些硬层的一些 我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数字签名 在这个云渊生义务安全中的一个实践 我个人是这个目前为止是极固给来 我做这个极固步道师 跟我之前一讲过来就是大家 大概在过去三年 就这种Vero云渊生做了三次活动 都是我这边和FollowMesh这家公司我们发起的 2011年22年去年是在那个 拿回东西1号我们也是一天的活动 这个也是一百多人到场 然后呢我之前是做过研发 也做过DevOps 现在呢是在做这个 这家公司是在这个不在大连的 然后我个人是在我这part time的时间呢 我会去做这种开源步道 也是这个林立子基金会 雅台地区的开源步道师 同时呢一个这个 这两年这个安全比较重要 就是有一个基金会成立的 OpenSSF 这个是装关注软件规定安全的基金会 这些也是和这个 去年是和这个新通社 这个基金会是国外的 和新通社做的一个工作组 我们这边就一起推动一些 它安全在国内一些发展 之后我也是这个大连渊生社区发展 我们是一直在把这个社区搞起来的 然后以后每年呢 之前呢就是每一年 会再带来各种各种活动 今年呢可能是比较大一些 好我今天呢主要是这个 这次发展每个人再聊一下 就是说我们先聊一下 什么是数字签名啊 看一下为什么有没有做数字签名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主题是这个数字签名 对于于原生应用这个 这个安全的一个保控看一下 其实就是说 往下走一层的话 其实是不要对一个容器进行 其实是一个签名 这个其实就是我今天讲的一个核心 而第三个其实就是一口赛 这个是配合项目 我今天所有讲这些东西的 都是配合项目 然后最后给大家做一个demo 我们先看见这个啊 这个一个维米的一起 就是说最开始比如说这个 学王他说这个 这两个都是这个青梅珠嘛 对吧 因为这个生活里面所迫 我就在背景一向出去 然后呢走之前呢 这个学王就会说你等我 对不对 我可能是写了一份信 对吧 然后说我留着你等我 我要去对吧 等我飞航同达 我再来娶你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有一天呢 就到了这个 结果有一个这个 这个对吧 这个小李呢 对吧 也喜欢这个小米 然后呢 给小娃可能是不好意思去送她 转眼包去送一下 没想到呢 就是这个人他因为这个 暗恋这个小米啊 他就把这个内容给截取了 对吧 他把这个信拿后来 他进行一个创业 他把这个内容给成了 你不要等我 对不对 就过出来 等多年以后这个 这个小娃学业有成 或者是事业有成来的时候 对吧 去找出发现 他们两个在一起 然后顺便还有个小孩 对不对 本里面创业就是那样 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啊 其实就是说 这个本来是一家 维米的爱情当成的结局很悲惨 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侧 就是整个过程的信息创书 其实是被进行的一个篡改 对吧 就是我就开始小王说的 小米你要等我 结果到她这头的时候 我就变成了小米你不要等我 仅仅是因为两个字 但是这个结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怎么去 我们怎么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 比如说我发现需要写 到这头 它不是经过篡改 对吧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以前看那个 比如说这个 尤其看那个 看新王朝类似那种 这个干坏事的时候 对吧 我要给这个 谁谁送一封信的时候 放进去 他填个蜜蜡就对 我会拿个印装 按一下 那个其实就有一样 一种潜伟的形式 就是如果说我那个印是特制的 我那个蜂蜡 你如果把这个信头生少 如果你 那个无法比招的话 其实就是最后 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一当对方收到了你的信 你看那个蜜蜜蜂 是被冻过的 那他们认为 肯定是有可能内容被篡改 对吧 还有那个八百列加急 把后面背一个长筒 对吧 那肯定都是一样 你的信息不可能对任何人 都去随意去篡改 所以就是说我们能解决这个方式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会对着数字签名 这个我们就想 chgpt 现在多简单 就不用我自己补背 不用背 我就问一下什么是数字签名 他就巴拉巴拉给你送我一句 然后我又用英语的问了一下 对吧 不好意思啊 我解错了 他这个 对我原来就是 结了个英语的 我又结了个汉语的 这个数字签名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前面这个数字签名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 大家大概读一下 就是它是一种 基础说白了就是 它用一些现在的密码学 或者类似这种 基础去帮助我们 把我们要发一些信息 主要是那些文档啊 或者一些这种 通信息消息啊 进行一个加密啊 然后呢 或者加密这种技术手段 最终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这些收到 对方收到之后 能去还原这个信息真实性 保证这个 最终这个信息呢 是安全的 对吧 是没有被经过篡改的 是这个完整的 其实它这个好处其实 我觉得还可以读一下 就是说 身份验证吧 就是我前面的 比如说这个 假如说小王最开始 他这个 他发这个 有件 就是说错了 有钱 假如说我发信的时候 我里面他放一个 这个 如果我们有一个钥匙扣 对吧 一对 我也有一对 我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我再做一个 为他一封 那么他说这个 就说这个 确实是我发的 这个就起了身份验证啊 第二个就是要 比较完整性和这个安全性 不可否认 就是说 我这数据 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小米 我小米 等我到这段的话 到这段 黄洋出来的话 他也是小米 你等我 他不会是小米 你别等我 所以他其实我们一个 数字签密谈的 我们结合起来 就是有一个就是 他最终其实是想防止 数据被篡改 他能保证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机密性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 是提高一个安全性 就是相当于是 你对方说的话 你收到的信息 和你发送的信息 其实是一致的 这个我们现在都回到 我们的云渊社 第二个就是这个 云渊社时代的时候 我们老是讲一个 像是Comunetis 我那个和云渊社 现在我们讲云渊社 就是Comunetis 其实是底座 这个现在已经是 大家一页就已经 达成标准过来 达成认识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 原来是其实就是 基于Comunetis的底座 去做更多这种云渊层 或者是Comunetis 它自身的一些发展 我们基于Comunetis 上面去做 我们这种云渊程序 对吧 我们可能是做这种容器 我们的云渊程序 是跑到容器里面 对吧 可能是容器里面 跑一个APP 或者是多个APP 我们这个 我们的容器 是用镜像生成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说 我是做这个 流通的一个 镜像进行一个签名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原来是时代 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 镜像 它是核心 就是灵魂 容器如果是核心的话 那我们的镜像就是灵魂 因为我们的镜像 我们的容器 是有个镜像生成的 如果说 你这个镜像有问题 你中翻出去 容器 它就是有这个 有安全隐患 因为我们这个 一个镜像的话 你可能会生成 一百个一万个 就根据你自己需求 才会生成 因为这种过程的风范 但是如果说 你镜像有问题 然后你分发出去 应用出去 相当于进行给这种 油脚上那种类似 那种病毒的传播 对吧 所以呢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要保证 原来是应用程序的安全的话 其实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镜像 我们的镜像本身是安全的 没有被经过篡改的 那我们随时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能实现的 原来是在容器的核心的话 靜像是灵魂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灵魂是健康的 最终就会去帮助我们 它身体的容器 也可能是安全的 这就是个最简单的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这个demo 对吧 我这写了一句话 这个Hello! Net Community This is大连 然后呢我去做一些 我们最基本的 如果有把它容器化了 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大力气象嘛 WU的钢梯 对吧 我们跟这个Tag是1.0 然后我们去运行一个容器 对吧 这个Raw命令 然后呢我们去查一下 它的输出呢 可能就是这个 ZC的大连 大家注意一下 ZC的大连 OK我现在 我做一个辩征 对吧 我做一个辩征就是我把这一句话改一下 我改成ZCZ北京 然后呢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打标签 1.0的Tag 我把它打一个镜像 推送到镜像仓库 我同样用这个镜像去做 拉起一个容器 虽然它的内容 虽然它的Tag是一样的 但是输出内容是不一样的 大家发现没有 这就是我们说 如果说我们这个不对经销 进行一个签名 或者进行一个验证的话 我们的Tag是一样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有时候是拿Tag Tag 很多企业的话 它是做这种 比如说它是通过release 比如说1.0是一个release 2.0是一个release 那它可能就是一种Tag形式去标记 我这一个1.0 我就认为是我发布的1.0版本 如果是2.0呢 我就发布了2.0版本 我们上面和下面 都是1.0 都是1.0这个版本 但是我们输出的内容是有问题 第一个是大连 第二个是北京 这就是说我们的进行 非常容易被篡改的原因 就是我们这块 我们代码被改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Tag 进行一个Tag的输出 最终导致就是 我们虽然同一个Tag 当时我们的内容是有问题的 说不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已经被经过篡改的 就进行Tag Tag是一样的 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想 有各种方法 就通过进行一个加密 签名 就是进行一个签名验证 就是我确保我的内容 比如说我1.0我签名了 然后如果你即时改了 你都用Tag的Tag上去 那如果我验证不通过的话 这个代码也是都文化被合入 或者我的镜像是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签名的原理 比较简单一些 这个是很简单 这个比如说我们签名的人员 对吧 它一般就是说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签名就是 用这种可能是这个 Feedback的那个加紧密 这个方式 可能是我们生成 一多儿K的一段 Public和Private的Key 然后我们用Private的Key 进行一个加密 对吧 加密完的数据就是这种 用在这个数字的这个签名 这个文档 然后呢我们去通过这种 网络创书 然后去发送到这个 对端 对端其实是他们 会拿这个Public可以进行验证 就现在我有一多Key 大家它的数据来到之后 他一验证就发现OK 这没有问题对吧 这就是我数字签名的整个原理 核心性就是它有一多Key 然后它是用PrivateKey 进行一个加密 然后加密的数据 它是这个网络上传输 然后呢 其实是结果的 如果你没有这一多Key 的话其实你是无法进行一个解密的 然后呢 到这段呢 他就去拿一个 它可以验证就对吧 他发现OK 就是Signature is valid 这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字签名的一个原理 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怎么把这一套原理 给它建设到这个 给容器静向安全这一块儿面去 这里呢 就用到了一些Keyl项目 这个 我给大家安理一下 这个ThinkStore ThinkStore 这也就是ThinkStore下面 它现在有一个项目 它其实不是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项目组 它下面有 现在应该我之前是 至少有六个项目 这些都是做一些 有Keyl转件 公布安全相关 Git Sign 左上就是这个 我今天讲的是 对容器静向的签名 其实我们对 Git Commit 就是我们提交代码 这个 也有一个签名 就是 其实现在这个很常见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那些 比如说Git Commit 这个信息 其实也非常容易对于创改 你用Git 刚刚Amend 对吧 Keyl刚刚Amend 你就能把这个 作者的信息 一个创改 相当于是如果说 这双代码是我写的 但是呢 有的人看下来 一些恶意的代码 他用我之前 比如说这个User Name 对吧 这个Email就是 他创改了我的这个信息 他拿我的信息 提交了一些 这个 恶意的代码 然后呢直接被推送上去 最后其实是把整个 藏户不让掉了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 讲的就是我们 期望这个 从最源头 从原代码那一字 对技术进行一个签名 这个Git Sign 是签名这个原代码 就是那个Git Commit 我们Consign Consign 这个是 作业这个 镜像 主要是这个 就是artifactory 主要是artifactory 不只是镜像 它是作业用镜 现在这时候它主要是征服 OCI 或者可能是进行有过量 它对它进行一个签名 后面这个Field 和这个Record 它们主要配合这个Git Sign 就Git Sign 我们原来这个 很常会是用GPG 或者这种 查理所这个时候去做一个 这个 签名验证 但是它之前有一个方式 就是 你必须要本地去生成一段K 比如说 我们叫做SSK 你必须要本地生成一段K 你自己要去保存这一段K 然后用这一段K 去进行一个签名 然后验证 然后since 它们最开始 开发这个Git Sign 它们提出了一种理念 这个Keyless 就是我们原来这个方式 你生成一段K 是需要你本地 你保存的这个local 对吧 现在它提出了Keyless 就是说 我远端有一个签罚机构 你每次提交这个Git Committed 的时候 它都去远方那个权威机构去 我们这个CA Center 去申请一个证数 然后拿这个就是一个验证 然后你会拿到一个token 就证明 它会拿这个信息 去进行一个 对你这个Committed 一个签名 它认为是OK的话 就是说明了你提交代码的这个人 和你代码变分的实际人 是同一个人 这个就防止了你这个代码被篡改 这是Git Sign Git Sign 就Git Sign 后面这两个项目 它们是匹克使用的 为了实现用Keyless的方式 对这个Git Committed 进行一个签名认证 这个呢 因为它最开始其实出来的Keyless 它们这些 它们推的过程也发现 尤其在国内这一块 因为Public的设备 就是有个中心化的服务器 它是你用它去生成证书的token 现在呢 它们又回归到原始 就是它们支持你把这些系统 你部署到你这个企业内部这样的 你企业内部 其实你能把一整套给搭起来 这个CKS都是 里面OPSS的基金会下面 它托管了一个项目组 项目组这个 这几个其中四个项目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上下它这个光网 左边呢就是这个 ThinkStone and Dive 这个上面 它是所有的项目的使用啊 概念啊 其实都写得非常详细 右边是它给它搞了 大家感兴趣还是可以上下 目前我看到的就是 这个Keylessine Consign这个项目 进展会非常非常快 我印象中是 Consign Keylessine 这个项目我记得 最开始跟的时候 0.1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了 我刚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迅速地跟 更新到0.5 0.7 现在包括很多公司 都花了点时间和精力 在做这一份项目 这一份 就是我们Keylessine 就是我们Keylessine 就做如期进行签名 它那个大概流程 就是Siglessine Keylessine Keylessine 它也是一样 它采用了飞动和加名 就是它手下生成一个 Key 比如说它用 Keylessine Generation Key Keyles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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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它就用Key 进行一个签名 对一个 比如说 DoubleImage 然后 它会推送到 镜像仓库里面去 这里面把主流的话都支持 我之前试过 我们几乎给来的 镜像仓库也支持 我后面的DoubleImage 是用DoubleHub去做的 然后当我们去部署的时候 我们部署之前 会去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就是说 我这个Key是不是 我这个镜像是 我已经有篡改的 然后呢 我后面有一部 其实没画出来 就是这块 就是到这块 WareFight Deploy 只是说 我这个镜像 没有问题了 我可以部署 其实现在他们又出了一个 其实Juice 早先说 就出了一个 用了Cubernetes 扩展的原理 就是用了 Admination Controller 那个功能 他们做了一个 额外的Controller 就是Policy Controller it 它做的就是 我当我在Cubernetes 去部署一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我去 创造一个Deployment的时候 他们跟它内置 就是它扩展出来 Admination Controller 它会去做一个 验证 如果说 你这个镜像 是没有被经过 前面 如果你这个镜像 没有去用前面的话 它是不允许被部署到 这个Link Space前面的 或者说 如果说 你这个镜像 前面 你前面这个镜像 你用的Key和Hurlick Key 不是和我的Match 的话 我也不会让你部署到 我这个Policy Controller 我后面那个Match 我后面那个Match 我也就是说 这次时间的话 我就明给大家把那个搞出来 后面之后 我会把它这个 通过无论文件 给大家写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OCI 那个Cosine 这个科项 它官网就是 Ghub的 就是一句话 就是能表现它那个目的 就是Sign OCI 就是这个Optainment It is continers 就是说 Sign OCI 它就主流的容器镜像 能进行一个签名 括号 an other artifacts 对吧 其实它说不来是 就是artifacts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事情 前面有王欣老师也讲了 我们现在老讲 这个容器镜像 只是制品里面的 很常见的一种 比如说我们的NPM 啊 MavionBow啊 其实都可以送到制品 所以呢 它最终目的就是 它可以对OCI 它是可以对 这些artifacts 直接进行一个签名 使用一个 这个项目 这也是下面它这个圈项目 就是bhub.com share-thin-store 这个是它那个项目组 那边就是那个列表面 可以看到CSI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 它是使用方式的 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 我们第一步就是生成一堆Key 对吧 CSI generation key here 这个过程其实很常规的 就是说 它需要你输入一个password 就是这个 就是你能记住这个password 就行了 然后呢 就去查一下它会生成一个 CSI.king CSI.hub 这个 就是一对 一个公钥或者一个私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些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跟我们常规的SSK 其实跟它区别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提一个签名 我们前面 就是我生成的大连Key CD-Key 那我用CSI-Key 就是我用CSI-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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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一个加密 然后这个过程中 它悬入密码 就是你之前是Cey的密码 然后呢 它会去进行一个签名 签完密之后 它会去推送到这个 进行仓库 这个就是我DoggleHub找的解脱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下面一个1.0 1.0就是说我这个镜像 我们这张的话 我把一个1.0 推送下去 有一个这个1.0 那个进行的信息 当我们把 如果用了这种加密的方式 它又额外夺了一个 SSI-Key 那一堆字图串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互助Cey 就相当于说 当你对这个进行加密的时候 它对你那个进行的 这些元素 就是Metal Data 做了一个增加 就是它会把这些加密信息 放到里面去 当你去验证的时候 你其实 你去验证的时候 其实它是把上面这个 加密的信息拉下来 再把你做一个验证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如果用 我们前面是用一个 project key 进行一个加密 我们接下来就用一个 它这个 key 进行一个解密 比如cosine Verify 刚刚可以把这个 它这个 key放来 对吧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 看一下结果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这次输出就证明你的这个 是镜像是没有被经过 篡改的 我后面会给大家 再演示一下看一下 篡改的这个 镜像会长什么样 我们开始回到前面的 对吧 这是大奶 这是北京 对吧 我们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我们前面是 如果是不加密验证 或者不签密的话 其实你大奶和北京 我们都是能推秀上去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原来是大奶 然后我做了一个 潜密验证 这时候的话 我这个镜像是这个 我把它打成1.0 此时此刻 如果有人 有小伙伴儿 改了一下这个代码 他摆成zzzzzb 然后呢 他又进行一个 刀6的钢区 他打成了1.0 对吧 此时此刻 他打成1.0没有问题 但是呢 当时去验证的时候 他就提示了 就这一句话 其实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其实是 signature是失败的 signature verification 就是失败的 就是说 这就是因为 你改了这个代码 当时你又重新去进行一个签名 这就是我们怎么去防止这个 我们带了这个 我们的镜像比 创业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们的cosign 去先进行一个签名 然后你部署事故呢 去进行一个验证 如果这个keeper通过 你是部署不上去的 整个过程 其实可以把它 嵌入到CNCD里面去 这里面 CNCD technology 大家有用过吗 有人用这个项目 大家举一个手 大家用的更多的 还是jackings是不是 其实我还是比较安慰一下 这个项目 我还是比较喜欢 TITAN也是5个开源的一个 做CNCD的工具 它其实定义是 于音渊世时代的 CNCD system 就是 在音渊世时代的 一个CNCD的工具 它是开源的 它这边左右两部分 它是左右两部分 所建的组成 左边这个就是 event list的POD 右边就是这个PepileIron 它这个event list的POD 它主要有两部分 下的应该是两部分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个项目了 然后它有一个 确实团体 然后接下来就是 确实团体 它主要做上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CNCD系统说明 它是去监控这个SCM 就是原代码投广系统 就是它要去看 如果你发生个原代码的变动 比如说有人提了这个PR 提了MR 进行了一个Push 它把这个Action全拿过来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信息 对吧 比如说是谁做了哪些变更 它把这个信息拿过来 进行一个解析 比如说出一个Rush 帮你 这里面是它对数据去进行一些处理 处理完之后 流水线 或者你这个Size的Piply 其实这些系列的这种 这个抽象 我觉得这个是很具体的抽象 因为我们很常见的就是 我们不管是DEX 或者GateLab CI 其实都是玩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Piply 其实是由具体的Task组成 Task有一个Step去组成 Step是所有最基本 最基础的操作单元 它这样很形象的画出来 就是我们Step组成Task Task组成Piply 整个Piply 是运行的PiplyRow 它是一个Executor 就是如果你有Piply有执行 它会去生这个 它会去串这个Piply 然后这个过程 其实可以看 就是我们的Task 其实可以并行也可以串行 这就是TayTown 它的整个的组件架构 它这个实践起来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有R起来的话 可能是如果大家喜欢 在云渊生争做CNC的地方 我个人感觉 他们那个Jedice好用一些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它一些 也给大家安订一下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些什么 它这个是一个 这个PiplyRow 它可以和一个 那这个PiplyRow 它可以看 这个PiplyRow 它去对它 可以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些东西的PiplyRow 这个PiplyRow 它可以在这个PiplyRow 对吧 Checkout 把我们代码checkout去 然后做一个镜像view的image 然后这个边其实我多加了一个 这个就是image scan 因为我们这个容器镜像 今天只是讲这个数字签名 来对镜像进行做一个安全保控 其实对于容器镜像的话 容器镜像安全的话 其实还有其他好多数 这个镜像扫描时是启动一个out 其实前面其实和几个老师都讲了 对镜像是应该扫描 当然我们再往前走的话 其实我们保证镜像安全的第一步 应该是我们去合法或者 比较合规地去写这种 这个dog file 对吧或者选择一些安全的镜像 因为我们的镜像 镜像是这个容器 当然我们的镜像来自于dog file dog file是我们自己写的 对不对如果我们dog file里面 好多规则比如说我们的from 的base如果选择是有问题的 那你出来一定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 在这个dog file里面 比如NV啊或者Label啊 做一些这种token的一边码 那它出来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说 你wetof file变些好啊 它能将其一大部分的这个 安全危险 接着就是这个 进行按进行扫描 进行扫描 进行扫描也会做很多事情 我就进行不给大家细讲了 然后进行扫描结束之后 就做进行这个签名 然后之后我们部署的现在 会有一个verification 这个 这个代码就比较简单 这个进行固件 这个进行固件 进行固件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 我也是选了一个就是 我们最常见的是用这个Docker 这个名字 对吧 或者可能现在浩东门也行 那最常见的可能用Docker Docker Build 当替啊 对吧 巴拉巴拉一堆 其实这个Docker 因为Docker有一个问题 就是Docker它 其实是需要和你 宿主Docker认为 也就是我们Docker 守护进行进行的通信 因为这就设置到一个 它需要一个root选限 如果是在这个特殊的场景下 如果你在容器东西 执行Docker 对吧 我们Docker本地 我们如假如是起了一个 Docker容器 你现在里面去做镜像的话 我们常不可能用DIND 这种方式 其实它是重建一下 安全问题 所以呢 也是谷歌它平原的一个 这个镜像固件的工具 这个Catical 时间很长了 它是不用这个root 旋线就是帮你去固件镜像 它的方式就这么简单 这个是在technology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它这个 也是用机械的方式去做 也很简单 就是你指定你Docker 对吧 这只是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 就来自于我前面的这个 给大家说这个 这里面 当你的应用程序 你听完代码之后 它会把你所有的信息拿到 拿到之后 它会继续写一个解析 对吧 原来这里面是参数 它把数据 就现在是原来是新仓 它把10仓传过来 然后传进到后面 是这样 这个的话就是Docker Destination 就是说 相当于Docker Docker 然后最后那些T 这个是我们 Signational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 我们把它嵌入到 这个 Technology 里面的一种写法 重点是这个 这是我们的镜像 然后这里面 就是它的命 Sign 刚刚K 对吧 我们Prize可以进行加密 至于我这个Prize Key 就是这一块 我是把Prize Key 一直给我们 Volume 形成 Mode 整个套在里面 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验证的过程 其实一样 其实一样 这也是我们用 StackTown 它是用的 融细的方式去 跑一个 Task Step 对吧 前面的第一个Step 就是我的镜像固件 第二个Step 是我的签名 第三个是验证 这里面大家开始 就是Verify 刚刚K 这个Public 就是说 我用Public Key 去进行一个验证 我是把Public Key 以这种Volume的形式 冒组到整个Prize里面去 下面就是我的整个 这个流程 就是说 融细的签名和验证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新一些 我在最开始 我忘了我是在2019年 那个上海 PoPoPan的时候 替我一个印度的学生 他当时好像是大型 13岁和14岁 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英语速度的贼配 我记得他当初 就做了一个 类似这种主题的分享 就是说 他想怎么确保 我这个镜像 或者是类似这种东西 我签个验证 然后呢 你拿到的是可靠的 安全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 OpenSysl 这个Sysl 项目里面 它有一个Cosign的项目 帮你完成 这个镜像的签名和验证 这样呢 其实目的是为了 防止一个窜点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 捡到这个Cosign 里面去 如果今天只想 容器镜像安全 如果大家要做 整个链条 链条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说 健康链条 安全的话 第一步其实前面还有 你可以用GateSign 你可以用GateSign 这个方式 把你的GateCommit 进行一个签名 签名和验证 从那一块 就能拦截一下 电脑被这个 被串给 然后呢 到这个容器镜像安全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 Dockfire 简好一些 还有一些Vector Parties 来可以追寻一些 然后镜像固件出来 你可以用一个Email scan 扫描一下 有问题就是修 扫完之后呢 然后你签名一下 然后呢 这是一个验证 你部署之前 你可以用Policy Controller 这个方式 也是一个Signstone上面 它这个和这个Cosine Pix使用的 这样呢 就是能确保只有你 验只有你千枚的 那些镜像 才会被部署到你允许的那些 Name Space 下来去 所以呢 这个能保证你 从这个 从这个最开始 我们这个 研发册到这个部署 它就带去production 这个这个 容器镜像的一个安全 我今天的分享 大概就是这些 感兴趣和观众这个功能 我后面会把那个Policy Controller 是写了一半 还没写出来 因为今天我有一个 明镜像匹匹区区区 就是Policy Controller 我也会写一篇文章出来 然后呢 就是把前面 因为前面这个Cosine Cosine 其实我之前 我的公众方面都写过 然后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刚刚个人感觉 这个特别的项目 也要把这个 把它穿起来 对你的安全 其实确实提到一个 很大的帮助 我这个今天的风景 大概就这些 今天大家可能也历了一天 也要感谢大家 坚持了一天 我们等会儿还有抽箭 大家有啥问题 我这好像还有一本书 是不是 好 最后一本书 可以吧 可以吧 我给他 然后我有个问题 可以 然后我有个问题 可以 来 方先生 您好 是那个 刚才您提到 最主要是讲的 加新铁码嘛 对吧 我们的那个 特别的内部的讲解 然后 刚才看您演示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 就是那个 这次 是 这个 是 这个 因为它已经签了一个验证的时候 其实是在容器人进行 你需要把这个提前拔进去 我懂你的意思 你说这些东西其实生成之后就应该被别人看到 或者你要放到个安全地方去管理吧 其实没有问题 我今天这个只是个演示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我用这种方式 就是用这个最精准的方式 因为它那个COSAI 它签了验证进行签了的时候 它支持好多那种格式 比如说你用最基本的 还有那个AWS 上的KSM KCP 卖这个门前 你直接把你的电线上面生成它直接去钓用 有些它也是在内上面去管理 不用让它本地用 那没问题 其实它这个COSAI好像其实可以换掉 一些比如说HashqqWall 对的 MX 支持支持 Oper就是说常规的一些 只要你就像HashqWall 或者AWS 或者GCP 它们上面都有这种明天系续管理这种功能 你狗犯的时候它有特定的格式 你玩就行了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 是因为AWS不是一个厂商吗 我就不做广告了 是Nobel的地址 大家能够去玩 对 那个什么就是 您刚才那个例子 能到刚才DEMO那个例子吗 就是您那个POO 再往前就是 您那个POOS的 我想问这一块的话 它是签名还是加密 签名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签名就是这块 只是说这些构建都会build 我们build完了之后 其实是 你要签完名之后 再去部署式验证 您在前面这个 它是有付密码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这块是签名还是加密 这个 这个是那啥 这个是生成K的时候 这就跟我们生成的S就是K一样 它需要你输入密码 就像双重保险一样 这个你其实可以不输入 这个社会安特就行 就现在我们生成S的Key的时候 他问你要不要输入密码吗 你看看安特也行 就是说刚才那个话 它就是这个签名 就没有对立到这个对正向的加密 这个就是这个 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的话 一次说就是加密加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生成Key 这个地方只是生成 生成的时候需要你问你要密码 其实说白了就是多一层保护 它是对谁的这个加密 对这个Key本身的防护 就是你生成一顿Key的时候 它需要你像输入密码 假如说因为你这个Key 你这一顿Key很容易 假如说你帮一笔泄漏了 别人拿出去用的时候 它要用的时候 它会去创造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就有可能丢了 但是丢了之后 它开机之后需要一个密码 这也创造可能密码 但是创造镜箱的时候 它不会已经把这个哈希纸给 那个铺去上去了吗 这是两码事 这个镜箱的话 那个还是就是两个东西 这个密码还能够两个东西 你可以不生 你可以不生密码 对 就是说你的手机上 你可以不生密码 就这样 就是说你可能说你是这一块 对对对对 这个镜箱来说上面 这个就是说 这个镜箱就是说 如果你用常规的那种方式 你就是我们常规的 这个DockBuild 刚刚提 然后出示上去之后 它只有E.0这些信息 之所以上面有那些信息 就是说它对这个镜箱做了一种签名 相当于它加了一种 Metal Data的原数据 它那个原数据也放上去 这样 是这样 因为它验证的时候 验证的时候是拿下一个原数据来验证 就是说我在家车上是对那个在接一场 对 就是我们部署的时候 其实是把这个E.0这个镜箱 拉下来的部署 对不对 你拉下来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验证的时候 它是拿那些 上面那一串里面的数据和对比 那个就是你可以理解 就是它给你这个镜箱 多了一堆的这个Vetion 其他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就证明 你这个镜箱已经被7.0了 然后当它去进行验证的时候 它拿那些数据 和我本身的信息 对比 比如说那边是Priot可以对比那个战略 对吧 那我本身验证的时候 Public key和Priot key 我们一对看起来 是不是能对在一起 和拿那边的数据去对比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家政保险是为了 怕有人贴他去控装吗 就是说你也从此这个问题 就是我问你说这个 最开始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理词我认为 比如说我 你原来写这个Lissy大连 对吧 Lissy的北京 如果说我和他 我们俩 我写这个北大连 结果他就 他就把他给了 改成贼子的北京 我们俩 他又同是同学竞争 后终上去了 那结果上升级的时候 就从北京 那就是融丽骗证之后 它的哈利局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我们部署的时候 我们部署的时候 我还同你的意思 我们部署的时候 我们很多企业 我们是以泰克去搞 泰克搞 就是你 如果你有1.0后 他给你 刚才这次他可能会点击 但是我们很常 很多人不会去拿 一场头去搞 我们拿这个进行 泰克 对吧 大家部署的时候 都拿泰克 有用得给SHDA 一场头去 对吧 嗯 然后别人如果用的话 他首先拿到我的 那些 就是 我们部署的时候 他就拿到的 还是 我们部署的时候 帮助就是说 你分担的 人还不太一面 他要 开始验证的 才能拿到你 那个帮助 就是帮助 我们看 这不让他可以 使用 就说 你如果是我也 用了这个气场 但是他还是一个公用的 然后别人如果用的话 他首先拿到我的 然后那个 到底怎么分享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就两组啊 就是说 这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同仁讲的 就是说 如果你别人要用 我们这个也用的话 不是说 我们这个 如果是有企业的用的话 你肯定是我的客户 对吧 你客户的东西 我给你写一下 比如说 我这个进行是放到了那个 AWS 上台去 那我肯定会把那些信息给你 是这样 如果说是这种 如果说我们在 都不知道 我说一样像的话 一样像的话 他可能会把你public key 公开出去 就像我们证书一样 我还是GPS 你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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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他要拿这些 Cosine 这些元素去进行验证 就现在它Proactivity 气息在那里面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给大家觉得 就是说 当我们超级不验证的时候 你的LogalCover 只有一点一个信息 当我们签了之后 它多一个验证信息 像它Vent-Boys的元数据 当它验证的时候 它是拿那些元素去给的信息 但这能 你连证书 大家才是这个 是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 确实的一个 就是说 我给大家也是 这个提前就是 以我本地为大家 方便狗 就是自己设计一个Key 它本人不能支持 我方便如果现在是 三四个 就是常规这种都支持 这个都是厂商随便 就是你在厂商面 你去设计一个Key 然后你直接去 又才能够一天 或者一次的方式伸出来 不需你本地去存储 这个差异的Key 是这样的 对 那如果在上面那个签名信息 我也给它提换掉 就是说 这个信息你还能够提换的 我就是 我 就是 我还在这二维一杯 之后也提换 一个新包的时候 我像 就说咱们这儿就没有什么 比如说之前的话 像我能用那种非证书 然后咱们这儿会 所以 如果你 如果你还想 操评它 它那个不是个尽销 它能指的数 对 对 它就是签名 这个 对 在那个Docker里面 去加一些这个东西 然后类似于这个 八框那种 它不是 它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这个 就是说 它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只要为生成一个 重新大型的镜像 只要这些Docker有得到 体化的镜像成本 把它们都变了 都变了 就像你们说 它已经加了一次 你们想创业这个 对吧 但是首先又把它 它这个Docker可以能配 对 对 它这个好像 可能用这个 碰撞的方式去 这个定格交 那就算是你去解 SX256了 对吧 你SX25 现在有人 有计算性能够可以 现在MD5的话 好像可以做别 所以这个就是 在你 你签修就是 你看你去选择 对吧 在这场上 可能二维有的 可能觉得我要二维有 长度 越长度 IiC 我记得 就是IiC 而我生日的时候 就用最基本的 就是正常的 可能就是 DockerPool是 DockerPool上个人 哪 一度一起下来 DockerPool 他Pool 以后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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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拿下来的 DockerPool 那我Pool这个1.0 那Pool上边呢 实际的得选 上面那些 但就是上面那些 不是期限 它是一起的 DockerPool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就是静定 就是说 我们用的时候 如果你用的 你现在的1.0的话 和那些Pool 东西是一样的 就这个 你现在的话 你拿1.0 就已经是经过签计的 如果你是拿上边 是一样的 对 我说什么意思 我Pool下边那些 对 对 对 就是说 如果你按键的话 其实它会把它 那些数据原数 都拿起来 上面那些也会 包括那些原数 这就是它千里组的多类层的东西 那上面是一样的 是 DockerPool 那是站级原的 对 对 但是 放到多哈绘来 多哈绘来 都是分层的 但是里面是它是分层机构的 其实你 你这上面是一个级一个级 大概90%相似的 把它是张到下面那些 分层机构吧 这是上面那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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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 你签名就是说 你都可以去用 就是 我签名了 然后我又把它给你一点了 对 这次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签名的验是 对就是 我们如果签名了 然后我完全不管 其实就是 如果是 我四十四个 我用这个 我用签名给你塞也塞也塞也 搞了一点 现在如果它 改成二点 一点点它把那个 大人改成背景 它再铺上去 它还能用一点点拿起来 是没有问题的 就你本身的拿起来 终于你配置了 那个PolicyController 的图列式上 就是我们再去加入 PolicyController 它 带了一个验程机制 就是 它要验证一下 你的镜像里面带那个Key 有名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就是 如果你有整个玩 完整的验诺盘就是 签名验证 ColicyController 就能确保 你的ColicyController 你的ColicyController 不符这个镜像 是你签名 而且它经过的验证 我对待签名整个演示 就是这部方法 你本应可以这么玩 你要把它进入Sky City 里面也能这么玩 但是 你有一口 在ColicyController 你说 就这个 这个 我给大家说 其实ColicyController 其实还有一样 就PolicyController 他那时候 这个NIMS 对自己也 这个还是比较好一些 我今天教育 大概就是 其实 其实 就据我所知 这个社会员 没乱自己搞了一套 比如说 对比较这种产品 他们搞到自己产品里面去 他们就是由 他们Azure 就是说 它是Colicy Azure 而且 他们精彩也在他们上面 是真的 当然 这今天 我觉得这个 提供的思路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这个 连续媒体或者这个 迹象进行签名的时候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个加签名 加签名 就是我们这种 常规的思路 所有的方法都一样 就是Policy的加签名 Policy的加签名 对我们这个 信息 进行一个加密 然后对方 就这就是我们的 现在这部分我们讲 我们讲什么 这个 进线签名 或者GateSign签名 甚至其他签名 原理就是这个 用Policy的加签名 然后去加密 然后传输 然后解密 大概就是这个 大家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看一看 现在给CX走哪里的项目 这些项目 其实还是比我好的 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一看包 或者这个 它这包而且非常详细 这几个项目 相对让它更起来 这个吸引一下 它顺点才出来 就是顺点他们才是1.1 之前他们就一直在讨论 现在这可能才 我能迷到1.1 今天 大家感兴趣 这期间 首先给大家提个意思 感兴趣 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抽奖的时间 好像是有没有办法 5点20 大家都抽一下 点一下 今天抽奖的距离 应该比较大的 应该是有这个 8个奖号数标